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的故事叫讨厌睡觉 啊,果然还是睡觉前玩玩具才有意思呢 哈哈哈哈 小粗猴,该睡觉了,快准备准备睡觉啦 好的 装睡来骗过妈妈 小粗猴真的睡了吗 小粗猴,真的叫睡觉呢 哥哥睡吧 嘿嘿,装睡成功 起来接着玩玩具咯 嘿嘿嘿 小粗猴,昨天不是睡得挺早吗 怎么这么困呢 没事,妈妈我快点吃 伙伴们,我们来玩医院游戏吧 哦,好呀,就玩医院游戏吧,应该很有趣 嘿嘿,我要当医生 小粗猴,你要当什么 我要当护士 哈哈哈哈 我当患者吧,患者 我当患者吧,患者 好的,那么就开始吧 你好,我肚子疼,快帮我看看吧 这位患者,请这边坐 哦,护士,过来帮我一下 哦,护士,护士 哦,小粗猴,你在睡觉呢 哦,嘿嘿嘿嘿,我也不知不觉地就 哦,什么猴,我这么努力地在野 你居然睡着了 哦,哪有,我没睡着 不过,你刚才说什么了 行,算了吧,我要回家了 哦,记得明天是我的生日吧 生日派对,别迟到了哈 噓,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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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已经十二点多了 哦 不管了 再玩一会儿再睡 小总好 快起床 起床啦 妈妈 我好困 我想再睡一会儿嘛 现在都几点了 快给我起床 小总好 你的脸怎么回事 我脸怎么了 是不是帅呆了 看着好像挺累的 对了 我今天过生日没忘吧 一会儿别迟到啊 当然啦 这个小白狗应该会喜欢吧 赶紧包起来 好困呀 祝你生日快乐 小白狗的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小白狗 谢谢啊 不过小总猴 怎么还不来呢 刚才我那么提醒他 让他来 应该快来了吧 再等等吧 太过分了 说好来的嘛 现在几点了 迟到了 怎么办 早知道昨晚就早点睡了 朋友们 今天猫猫的故事怎么样呢 朋友们呢 要早睡 早起哦 和猫猫拉钩 妈妈下次 会给大家带来 更有趣的故事哦 再见咯